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加拿婚宴水便为酒 人尽皆知 但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医治大臣的儿子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54节 却显为人重视 实际上这两件神迹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都是在加利利的加拿 时间也相隔不久 是耶稣生平所行的头一件和第二件神迹 圣经的记载有着深刻的用意 婚宴多么令人愉快 但没有酒谁能解决呢 第一件神迹预表耶稣对婚姻的重视 变水为酒改变了我们生命的密度 将如同水那样平淡污味的人生 变为香醇美味的人生 而大臣全是多么令人羡慕 但儿子得病了 谁能医治呢 第二件神迹预表耶稣对家庭的重视 医治大臣生病的儿子 改变了我们生命的长度 将一个比您死亡绝望无助的人生 变成一个充满盼望得着永恒的人生 让我们透过耶稣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医治大臣的儿子 思想一位父亲对耶稣的信心所产生的莫大功效 我们从五个方面一起来思想 第一个方面爱子情深 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46到47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父亲的身份 第一他是一位大臣 大臣原文Basilikos 这不是一个小官 而是加利利分封的王西律安提帕朝廷中 位高权重的一位官员 他同时也是一位爱子情深的父亲 在耶稣所行的26件医治的神迹中 只有四件是医治孩子的神迹 当中以父亲的角色为儿女代求的 除了这位大臣之外 只有管会堂的雅努 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18到26节 这位大臣他是付出了代价来见耶稣的 因为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父亲的慈心促使他放下身段 亲自来求耶稣 而不是差派仆人来找耶稣 诸位 试想在那个年代 让一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去求人并不简单 何况在人看来 耶稣当时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木匠 充其量不过前些天行过一次神迹 从加百龙到加拿 距离有十六里 也就是二十多公里 步行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父亲对孩子深切的爱 第二个方面 求医心切 我们从《愿福音》第四章48到49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臣 一个迫切的心 一个人不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 有多少财富 总会遇到让他无法解决束手无策的事情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疾病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 无奈和无助 为人的父母者特别能体会 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病痛折磨时内心的煎熬 我们对孩子得到医治 去除病痛的渴望 比任何人都更加强烈 我相信 每一位为人父母的 都能够有跟这位大臣一样 感同身受的感觉 我想尽办法 仍然无法让孩子恢复健康的时候 我们更加体会到 人的有限和渺小 在这位大臣的身上 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 就是他愿意尝试 一方面是因为爱子情深 另一方面则是求一心切 在《愿福音》第四章49节 我们看到那位大臣讲了这么一句话 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对耶稣说 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 还没有死就下去 这位大臣慕名 来求耶稣 医治他的儿子 来求耶稣是信心的体现 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医治 他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见 当时他的信心还是有限的 他给耶稣划定了时间和方式 时间要及时 趁着孩子还没有死 言下之意 人若死了就来不及了 方式要亲临现场 必须到孩子身边 才能让他的儿子得到医治 正因为如此 耶稣对大臣 也是对旁边的众人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就是不信 这话是责备 更是提醒 正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 耶华神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第三个方面 为见而信 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 耶稣对大臣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在人看来 耶稣什么也没有做 连一个祷告也没有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回去吧 一般人会怎么做呢 如果换作我们身处当时的场景 我们会怎么反应呢 也许会感到疑惑 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觉得失望 是不是糊弄我 或者忐忑不安 再三恳求邀请 可不可以还是劳烦先生 亲自到社下一趟 马车已经备好了 现在就接您一起下去 礼金加倍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节的下半节 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贝的情形 就是圣经记载说 那人 也就是这位大臣 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诸位 这个行动不简单 这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什么是信 大臣给我们做了榜样 就是信神所说的话 其实 耶稣正是要借着大臣的这个经历 让他明白什么是真信心 就是不平眼见的信心 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地 是未见之事的确具 人普遍的心理是见而信 看见的才相信 神的法则却是信而见 因为相信而看见 第四个方面 医治应验 约福音第四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 大臣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 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 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如果这个孩子 是大臣遇见耶稣之前 就好了 康复了 说不定 可能是以前的治疗 或者药物起了作用 但是 普人明确地告诉他 准确的时间 昨日未时热就退了 这一个时间 让大臣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耶稣的医治 是全病的医治 因为这是 逆极生效的医治 病人用药 发挥药效 最快也要几分钟吧 但耶稣说 活了 大臣儿子 逆时 得着平安 并且 这是超越 时空的医治 大臣的儿子 在加百农 而耶稣 在加拿 两地 相隔 十六里 但耶稣的一句话 在加百农的大臣之子 热病 立刻就退去了 因为神的能力 不受空间的限制 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中 这是三件 隔地治疗的神迹之一 其余两件 是百夫长的仆人的医治 以及迦南妇人的女儿的医治 第五个方面 全家归主 在约福音第四章 五十三节的下半节 跟五十四节 那我们看到 大臣自己和全家都信了 这里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 大臣自己信了耶稣 大臣未看见儿子被医治时 就相信 但这只是初步的信 是半信半疑 直到仆人告诉他 儿子活了 他印证得医治的时间 确信是耶稣医治了 他的儿子 他才坚定不移地相信了 神迹 原文的意思是记号 是神说话 做事 留下来的记号 显出神的荣耀 带下神的恩典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就像一个指路牌 指示人 到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那里去 所以神迹的目的 是要叫人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人信的他 就可以 因他的名 得生命 同时 大臣全家 信了耶稣 诸位 这是新约当中 第一个 信主的家庭 全家人为什么会信主呢 经文中没有写 但显而易见 这位大臣一定 跟他的妻子 孩子 父母 亲人 讲述他亲身经历的见证 一个经历神的恩典的人 必然是一个 会传福音做见证的人 必然会分享给家庭里面的人 必然能够让全家一同信耶稣 新约圣经多次提到 全家信了耶稣的事情 因为全家得救 是上帝救恩计划中 宝贵的应许 并且圣经中提到 全家信主的记载 都与弟兄有关 就如 使徒行传第十章所记载的 哥尼流 使徒行传十六章所记载的 禁足 使徒行传十八章所记载的 基利丝部 可见 父亲的角色 在家庭救恩中的重要性 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 圣经说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这位大臣的信仰经历 是一段渐进式的经历 从慕名而来尝试一下 到半信半疑 再到坚定相信 乃至全家信主 在祂的身上 以让我们看到一个爱孩子 爱家庭 有信心 传福音的好父亲 一个值得我们学习 效法的父亲的榜样 那么从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在地上所行的第二件神迹 透过医治大臣患病的儿子 让我们看到 一位爱子情深的父亲 他因为求医心切到你的面前 他没有看见 他就愿意相信 他经历了医治的应验 他成就了全家信主的见证 主耶稣啊 愿你在这位大臣的生命当中 所彰显的恩典 在现今 你也同样彰显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那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一同学习效法 这一位父亲信心的榜样 那我们每一位 我们都一同经历 家庭里面 得你医治 得你祝福 一同归向你 并且紧紧跟随你的恩典 谢谢主耶稣 求你垂直我们祷告 奉主名祈求 Amen